凌晨三點多 騎樓下三名男子等被害人 落單之後立刻上前 將被害人團團包圍 其中兩人從側邊拉手 另一人拿槍威脅 從懷中將包包搶走 坐近接應的轎車就跑 你把他搶的東西也沒出手 台中中區城公路發生搶案 被害人說他在德州撲克店的門口 等朋友下班 不到十分鐘就被當街洗劫 一千五 對啊 阿錢咧 在這邊 搶出來 警方以車牌追人 先抓到行搶的三人 跟開車的一人 其中兩人都是未成年 他們跟被害人是陌生人 因為背後有人叫唆 這兩名叫唆的嫌犯 認識被害人預謀搶劫 疑似叫唆的部分 應該是跟這個被害人 有認識知道說 他最近因為工作部分 有賺到一些錢 所以有鎖定他 警方找到行搶的槍枝 證實是玩具槍 但對被害人來說 深夜被陌生人持槍搶劫 存著現金全被搶走 餘計猶存 事後還發現 背後是有認識的人 叫唆 細思疾控 在同學家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視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視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指輪 指輪